欢迎回来 换碟完毕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的 《城市中国》系列第六期夏季 书决上回 我们说到了黄金市场的变化 2008年 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 黄金市场一片欣欣向荣 当年3月 黄金价格势如破竹 一度上涨至1031美元每盎司 就在这前后 上林老乡带着自己 供给500万的全部身家 去到加纳淘金 只用了三年时间 500万就变成了一个亿 上林人戴金冠 取黑漆 吃野味等传闻 开始在上林人中疯狂流传 在居高不下的金架 和送人听闻的故事的背后 上林人开始前呼后拥地涌入加纳 当时在上林街头 还催生了大量办理 劳动中介业务的店铺 电线杆子上 贴的也都是办理加纳签证的广告 尽管上林人 拿到正式的加纳签证很难 但加纳移民局 对中国人的落地签 却较为宽松 一般来说 落地签证只要花三四百美元 就能办下来 并且在加纳首都阿克拉 专门有人为中国人代办落地签 他们与加纳移民局的官员 或员工理应外合 为非法入境者私自盖上工作签 2013年 在一次清查中 加纳移民局有四名高级官员 被指控收受了贿赂 遭遇开除或停职 其中一人是副局级 另有两人是区级的最高负责人 除了劳务签证以外 大量的上林人 办理的是时间较短 限制较少的旅游签证 所以由于签证问题 上林人经常遭遇加纳移民局的驱赶 在当时 移民局和警察局 每月会进行例行检查 通常上林人需要拿几箱矿泉水 加上数百塞地贿赂警官 如果遇到刚正波的执法人员 那么就要被拘留 需要花费8000塞地进行保释 不仅如此 上林淘金客在加纳开车 也会被警察故意拦下 通常黑人警察说汉语的谢谢 就意味着需要给小费了 除了交保护费 以及遭遇移民局的执法以外 上林的淘金者 还需要面临加纳肆虐的瘧疾 和各种野兽的威胁 上林的淘金客曾说 当地的医疗条件差 医院的针头经常不消毒 纱布也很紧缺 几乎九成以上的上林人 去到加纳都曾患上过瘧疾 阿姆辛林等常用消炎药 创可叠等外伤药 以及专门从国内游寄过来 治疗玛丽拉的青薅湖纸片 成了工地上的必备药 根据数据显示 截至2012年年底 在加纳采进的上林人 以上林淘金客的生产线为例 每条生产线 由一台价值140万的挖掘机 40万一台的沙泵组成 再加上柴油机 工作用车皮卡 入厂费 农作物补偿费 工人工资及每日开支等 每条选矿线的成本近300万 而矿产的黄金产量平均下来 一天可以产200克到300克的金子 如果按照平均每天采300克金子计算 根据2012年全年最低国际金价 1727美元每盎司计算 每天收入约有10万人民币 一个月就可以回本 每日前进前出 上林人的金矿工棚里 一般都会放有一台保险箱 里面放着日常开销所需要的现金 和部分挖掘出来的黄金 每天采到的黄金卖出后 上林人一般把一部分用于工地开支 于前则通过福建人开设的地下钱庄 汇制国内账户 根据一位曾在工商银行 广西分行工作的人士透露 在2011年的5、6月份 上林县的金融系统 曾经在半个月内 涌入十多亿外来存款 而当时整个上林县一年的财政收入 还不到3亿元人民币 银行系统的反常引来国家层面的关注 国家还曾派人到上林调查 是否有人从事洗钱或者贩毒之类的活动 调查的结果居然是 上林人在加纳淘金赚的钱 随着大批财富从加纳流回上林 上林县城焕然一新 上林县明亮镇甘六村修建了一个黄金门 黄金门由白砖和红瓦砌成 门下摆着两座石石 门扁上写着三个金色大字和顺门 是一幅对联上面写着 顺丰得势门和弃生财路 每当有上林人出发前去加纳 或在加纳的淘金克回到上林 黄金门总会成为起伏打卡的景点 上林路上也频线豪车 宝马、宝石捷、宾利、路虎等车 开始在上林县城的小路上奔驰 村子里开始出现很多的三层小楼 县城里的别墅、商品房也销路顺畅 2010年以后 由于上林人的大量涌入 非洲加纳的城市氛围也发生了变化 加纳的第二大城市库玛西成为了中国城 库玛西的街头随处可见中文招牌的超市、餐厅和夜总会 夜总会门口的黑人保安 甚至会用中文叫路过的客人老板 一些当地人为了谋生也学起了简单的广西状语 不仅如此因为加纳森林生产鳄鱼和其他各种动物 而这些野味正对广西人的胃口 所以当地人会专门去森林里打猎卖给中国人 这让当地人除了在中国的矿场里打工外 又多了几个谋生的饭碗 此外,上林人带到加纳的三一重工、柳工、徐工的挖掘机 和各类机械装置 也瓦解了一部分以往以美国卡特和日本小松挖掘机 垄断市场的局面 2011年8月,国际黄金价格再次上涨 一度超过了1900美元每盎司 淘金业也进入了狂热期 没钱借钱也要去加纳淘金 所有上林轻装劳动力 都会有想去加纳搏一把的心思 而放贷的人为了放出更多贷款 也开始为上林人造梦 他们惯用的方法是制造反差感和夸张修辞 比如隔壁家从加纳回来 过年送的礼品是100克的黄金 村头那家去加纳之前还住着土房 如今身价过亿在南宁买房了 有的还会使用激将法 比如有本事的男人都去加纳 留下来的都是废物 加纳遍地是黄金 不去的都是傻子等等 由于上林乡村宗族文化根深蒂固 富裕起来的人家总会携带起亲戚朋友 老乡之间也会保持良性竞争的关系 上林县水苔庄的一位村民说 在当时家里有钱的 就一定会投个三五十万 家里没钱的 一般也会向亲戚或者高利贷借款 凑够10万元入一股 在加纳的金矿 一股可以换取金矿 每天所产黄金的3% 一位在明亮镇经营放贷生意的人说 自己从2011年开始 仅做了两年的放贷后 不仅住进了一栋三层小楼里 还买了一辆20万元的车 2012年年底到2013年3月之间 他又以5分到6分的利息 共计放出6000多万的贷款 2011年 上林人在加纳的采金生产线 超过1000条 投资总额达30亿元 得益于上林人的投资 加纳的黄金产业也得到了发展 根据加纳2006年出台的 《矿产和矿业法》规定 加纳政府对黄金销售、出口环节 实行国家专营专控 加纳全国唯一授权的黄金和钻石出口商为 加纳稀有矿产销售公司 加纳政府规定 只有在加纳当地注册有公司 并取得购买资格成为PMMC的许可买家的公司 方可申请购买小矿主手中的黄金 但购买以后 必须交由PMMC负责出口运输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0年公布的数据 加纳国营的PMMC 从小矿主手中收购并出口的黄金数量 与往年同比增长81% 由2008年的20.25万盎司 增加到2009年的36.66万盎司 这其中由中国人及中国设备 开采并售出的黄金占到了一半以上 2011年加纳全国黄金产量达到360万盎司 其中30%来自小型矿产 而这其中由上令人控制的小型矿产 实际产量占比可能达到40% 同年加纳黄金出口创汇49亿美元 经济增速达到了14个百分点 位列世界第一 然而从这一年开始 加纳政府却加大了对非法淘金的清查和打击力度 决心改变小金矿被外国人割据的局面 有数据显示 2011年有20余名中国淘金者被捕 就在政府清理淘金者的同时 加纳本地的暴力袭击也开始显露头角 他们仰仗着加纳政府打击非法淘金的势头 开始频繁在中国人开的金矿里作乱 有三类场所是案发重灾区 工棚内 半碗收金的路上和卖金往返途中 钱和金子是劫匪的主要目标 最开始上令人会在工地上摆上几千块钱 打发走移民局、军队、警察还有劫匪 但之后暴力事件却愈演愈烈 2011年9月某一天的夜里 位于加纳敦跨矿区可取其邻村附近的采金工地 闯进三名当地窃贼 工棚里的10名中国人奋力反抗 其中一人用高压锅打伤了一名闯入者的头 三名闯入者随即逃跑 一周后凌晨三点又有人闯进工棚 一陈信工人被惊醒 从蚊帐里放了一枪想吓走闯入者 不料子弹打入一名闯入者的心脏 后来附近的人背来一具尸体放到工棚门口 200多人包围了工棚 为此当地工头到法院出庭三次 开枪的中国采金工人被宣告无罪 出于人道主义 工地方补偿死者桑葬费一千塞地 支付一千五百塞地给娜娜做法事 2011年10月6日 库马西的采金工地又突然闯入八名身份不明的男子 他们身穿迷彩服 手持AK47冲锋枪驾驶两辆无牌汽车 这八名男子对包括加纳吉在内的所有无工人员进行殴打 并抢走大米、食用油等各种生活物资 共计四万塞地 以及两只工地猎枪和所有子弹 事发后附近采金工地约10名中国人赶来营救 在途中双方发生了正面冲突并进行了枪战 中国工人一死一重伤 年底一位30岁的采金人 从村子开车进城卖金子 返回时遇见黑人劫匪 黑人劫匪用树拦路 等到采金人下车搬树时 一支枪就已经抵在了他的脑袋上 两万多塞地被劫走 在加纳遭遇抢劫已经变成了家常便饭 由采金人找到当地警察局报案 警察给出建议是遇见劫匪直接打死 在加纳如果把劫匪打死算正当防卫 只需要给死者亲属一笔安家费 但如果是外国人被打死 那么什么都得不到 枪支的价格因需求见增水涨船高 当时八连发的来福猎枪售价 从1800塞地暴涨到3000塞地 由于中国采金人频遭危险 加强工地警戒和工棚安保成为重中之重 他们会在工棚外挖一条深三米宽两米的壕沟 将工棚与周围隔开只留下一个进出工地的口子 并且每个金矿都会养至少两条凶狠的土狗 然而即使加纳危险重重 依旧有人想跳进来分一杯羹 很多采金工人赚了一笔后 就会到家乡赚上铜箱入股并选择单干 如此往复 就这样上林人在加纳的绝金业 如同滚雪球般越来越壮大 2012年由于来到加纳的上林人数庞大 上林人苏振宇成立了民间机构 加纳中国矿业协会 在这之前靠国际金价上涨 苏振宇拿赚了的钱成立了公司 并邀请加纳人出面 作为公司的CEO 苏振宇购买了一块8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和上林人签订挂靠协议 淘金者在他的地上采金 每月缴纳7000塞地管理服务费 和10%的收益提成 颇有MCN的意思 而公司则负责协助办理工作签证 以及协调与加纳政府之间的关系 保证股东正常经营 2012年10月 据中加官方估计 2万名 短短7个月后 这个数字涨到了近5万人 其中上林人的数量 保守的民间统计数据认为 最少也有1.2万人左右 而当时加纳全国只有2000多万人口 面对不断涌入非洲的加纳淘金客 加纳政府也开始逐步加大清查非法淘金的力度 2012年10月 又有90余名中国淘金者 因非法采金的名义被捕 另一名16岁中国少年被军警打死 而在此之前 加纳政府刚遣返了38名中国淘金者 2013年的2月 加纳总统马哈玛发表就职以来的首个国情咨文 在第5条提到矿业时 他专门说 矿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定要在创收的同时保护环境 他强调政府要严格加强执法力度 解决外国人非法采小矿的问题 绝对不允许部分加纳人和外国人勾结 逃避法律 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治理 然而 由于加纳政府长期言而无信 此时 早已身经百战的中国淘金者 还并未意识到噩梦即将发生 汉索公司和三一重工正在与加纳政府进行多方斡旋 不久后 加纳政府便会放宽对中国人的监管力度 然而 就在5月中旬 加纳政府再次下发总统令 发起清理非法采金的全国动员 并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国土资源部、内政部、国防部、外交部、 环境部部长组成的高级别工作组 执行清理非法采金活动的行动 加纳日报也配合发表社论 高呼 彻底清扫在加纳的非法采金者的时机已经到来 2013年5月 为保护在加中国淘金者的利益 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组 与加纳方进行积极协商 提出中国矿主们希望和平撤离 向加纳政府要求两个月时间撤离设备 回填矿坑 加纳政府作出回应 给在加采金者两周的期限 然而仅仅过去三天 打击非法金矿的行动在加纳全面展开 2013年6月1日 得到指示的军警们突袭了位于库马溪、打垮、敦垮等地的小金矿聚集地 没收设备、捣毁工棚、焚烧矿区 并否认之前官方开出的所有工作签证 财金者四散而逃 有的躲进了可可林中 有的躲进了市区的闹市中 没跑掉的工人 因为无法提供合法证件被拘捕 当时躲在敦花市金富豪宾馆里的上林级投资者 正在碰头研究如何转移设备 但却被走漏风声 文学人来的军警正好人赃俱火 设备和人随即被移送到移民局监狱等候被遣返 根据多名中国矿主称 当时自己随身携带的大量黄金和加纳货币塞地 都在那次驱赶中不翼而飞 这次青草行动被中国采金者形容为三光政策 抢光、抓光以及烧光 上林街头也涌现出各种惊人消息 据媒体报道 当时大风阵的一名妇女 正在给远在加纳逃进的丈夫打电话 电话刚要挂断 就听到那头传来碰的一声 由于担心在加纳的亲人身陷危险 6月6日和6月7日 几百名逃进者家属聚集在上林县政府门口 他们举着加纳军警暴力执法 中国同胞遭遇洗劫的标语 呼吁政府能够给予帮助 在当时加纳本地人 也借着政府清扫非法金矿的油头 开始癫狂 他们冲进外国人的金矿 见机器就烧见人就打 据一位中国采金者称 当时一群人用布把挖掘机蒙起来 浇上柴油一把火100万没了 有媒体报道称 警察抓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搜钱占为己有 之后把人带到移民局审查 两个小房间关了100多人 不给水也不给饭 交1.25万美元的保释金可以保释出来 但结果还是被遣返 2013年7月 苏振宇向加纳高等法院上诉 指控执法部门在2013年6月3日的 清理非法小金矿行动中 给公司资产造成损失 证据是由加纳记者拍摄的 军警纵火点燃矿地公棚的视频 8月法院判决 苏振宇的公司拥有合法执照 军警不可以进入公司作业矿地 但是也承认这次行动得到了政府授权 最终判处赔付1000塞地 但这些钱都不够苏振宇支付律师费 根据加纳移民局的数据显示 从2013年5月底到6月初 已有600多名中国人被遣返 有1500至2000名中国人自愿离境 而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数字则显示 回国的采金者大概有五六千人 上林又成千的家庭在加纳投资 有的家庭甚至为此举债过百万 如今撤离加纳 钱只能伸套其中 加纳政府责怪中国人挖走了黄金 破坏了土地 污染了河流 但中国采金者也心有不满 中国采金者在接受报道时曾说 中国人来到加纳为当地投资提供就业 手把手教当地人用机械 甚至还传授了种植知识 而一些人利用旅游签证 非法滞留在加纳进行采金的问题 最应该处理的是加纳当地官员、政客与警方的腐败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还有一些在加纳的淘金客认为 这是加纳政府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事实上在加纳政府的背后 是西方大国为其撑腰 上林的淘金客称 在加纳的五大欧美矿产公司 聘请了12名加纳记者作为调查员 专门搜集关于中国人在加纳的负面消息 为最终赶走中国人制造舆论 还有的人称 中国人开采杀金的负面消息 在加纳知名报纸上连续刊登了一个多月 但中国人帮助加纳当地人修桥、修路、建学校 还有捐款的事情 却从来没有被报道过 这就让不明真相的加纳人认为 由加纳政府内部知情人士传出来的报告 报告中写着 调查对象重点是苏振宇和他的公司 以及其他所有在加纳的中国企业 他们认为欧美人想要赶走中国人 欧美矿业公司和加纳官方合作 正是双赢的局面 而上林人却陷入到了大国博弈的缝隙中 上林淘金客成了其中弱小的受害者 来不及辨别真相 这场危机就从加纳传导回了上林 之前上林人靠银行贷款 民间借贷才建成的生产线 如今却面临停工停产 上林的金融行业面临崩盘的风险 上林人依靠介绍本地人去加纳维生的中介 也相继关门闭店 门脸上全都贴起转让歇业的广告 除了劳务中介关店潮 沙蹦厂的日子也不好过 在当时 上林县多家小规模的沙蹦厂已经停工 大量设备被堆放在露天场地上秀气斑斑 虽然数万上林人的非洲黄金财富梦破灭了 但上林人数十年的淘金精力和淘金手艺还在 努力寻觅出入的上林县政府 由于将淘金文化融入旅游产业 上林县专门空出一片地 将其打造成淘金乐园 乐园面积约23公顷 建有非洲美食长廊 淘金文化主题乐园 上林淘金文化博物馆 非洲水上狂欢舞台等 让游客体验上林人开采悬炼黄金的技术 2016年2月 上林县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上林旅游业开始向全域旅游模式转变 根据公开数据显示 去年国庆期间 上林共接待游客17.78万人次 在疫情期间实现旅游总消费1.51亿元 淘金者手册曾说 什么阶级应该前往矿区 除了生命之外 一无所有的人 这样就算去了也不会失去什么 上林县隶属于广西省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曾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 直到去年贫困县的帽子才被摘取 而即便是加拿大采金利润达到巅峰的2012年 上林县的年人均收入也仍然不足3000元 2020年全年 上林县GDP为90.57亿元 在南宁市12个区县中位列倒数第二 如同上世纪的美国加州淘金热 枪、暴力、冲突、瘧疾 都没有阻止上林人淘金的热潮 2020年全球黄金年度需求量高达3759.6吨 投资者对新创立的黄金挂盘基金趋之若鹜 珠宝叶仍然占据着黄金市场总需求的三分之二 一块黄金不论深藏于保险柜子中 还是摆在橱窗之上 金色的光芒背后都在宣示着财富的魅力 但还是这块黄金 它可能是非洲人生存下来的唯一途径 也可能是上林人远赴重阳的唯一希望 还可能是叛军抠想班机的唯一目的 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金光万丈 有人一身铁锈 包括上林人在内的万千陶金客 踏上的是一条勇气与运气交织的冒险之旅 也是一条由罪恶与血泪铸成的尸骨之路 只是黄金就像运斗 把一切苦难都烫平了 这里是冲浪普拉斯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 我们下期见